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打 今年主办国巴西砸下了超过3000亿台币来筹办世界杯 是史上最贵的一次 但是巴西民众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 巴西的艺术家就在各个城市串联涂鸦 想是塞满钱的吉祥物 还有在足球旁边因为吃不饱而哭泣的小孩子 巴西人目前面临严重的贫富差距 官员贪污还有不良的社会体制 但是政府花大笔预算在盖体育场馆上 英国媒体就形容巴西是一群愤怒的人民 迎接一个充满变数的球技 口袋塞满钞票的吉祥物 流满鲜血的人民撑起豪华的比赛场馆 各种讽刺世界杯的涂鸦布满礼乐街头 巴西的足球王国之名披上各种示威标语 当地艺术家用创作表达人民的愤怒 我使用这些媒体的媒体的媒体 街道是唯一对民族的民族 是民族的民族 而且在这个世界杯的国家 甚至是街道会被人脱出的民族 本屆世界杯花費超過3000億台幣 各地的體育館投資高達近千億元 相當於前兩屆世界杯場館費用的總和 造成當地居民沉重的負擔 就連國會議員羅馬里奧都公開表示 這是巴西史上最大的搶劫 《華爾街日報》指出 今年4月份的民調顯示 只有48%的民眾支持世界杯 反映出當地人不滿的心聲 除了里約 聖保羅的藝術家也跟著響應 在街頭牆壁上畫滿各種諷刺的塗鴉 足球旁是破舊腐敗的城市 以及哭泣的兒童 軍警拿著槍指著人民防止暴亂 更凸顯出政府過度重視世界杯 親吾兒童教育以及社會醫療的問題 這些藝術家畫出世界杯風光亮麗的背後 藏了多少當地居民的血淚 奏兒童教育 作詞文言